2023重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第五场的表演 慢活客庄 14号上午在凤林的正名广场举行 知名的古艺团队奉天神谷 呈现出精湛古艺 节奏和力量的完美组合 为观众带来一场听觉和视觉的文化响乐 2023重谷客运系列活动 慢城客庄特别是来到了凤林镇办理 凤林镇是国际认证的慢城 也是华联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 此次在凤林镇名广场办理 是希望能够让凤林镇的乡亲 能够欣赏到丰富的花莲客家文化 我们的客家重谷艺术季第五场对不对 第五场对不对 每一个乡镇这样子巡回巡礼 把我们的很多的客家的文化 精神还有智慧 把它慢慢的慢慢再把它接起来 无论是繁荣我们的 这个接续我们的客家族群的感情 另外也将客家的文化往外推 还有繁荣我们的地方的经济 10月下旬 10月底更有全国的我们的乒乓球赛 在花莲也有非常多的选手来到花莲 所以花莲是一个活动力非常强 而且文化非常的绵长的一个城市 所以在这里真为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长辈 一起来让花莲更好 我们更希望在客家事务处还有凤林镇公所 以及我们所有的客家的我们的乡亲的这个努力 我们将我们的校长梦工厂 还有我们属于客家的很多的场馆 能够继续来推动 继续来建制 继续来活化 活动将永续概念以及文化传承 融入当中 让永续的种子在花莲慢精品的日常当中 持续的萌芽 营造国际智慧友善永续的观望城市 记者林杰 凤林镇 蔡英文博导 蔡英文博导